羽球一格周天成 和藝人安心雅 在舞台上對嘎羽球 手擔擠雷 他們手上拿的分別是 鍋蓋和鍋墊 原來身為108年 國民體育日代言人 這有趣的互動是鼓勵大家 任何時刻都能來運動 至於兩人本次各有突破 小天認為拍廣告比打球難 安心雅則是預告 體表會上要好好秀一首 對 我會表演一個高空武術 特技 空中上真的很像 很像經歷一場遊樂園 就是有人體咖啡杯 然後下來就很像大怒神 吊鋼絲的時候表演一個武術 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嘗試 拍廣告比較難 我打單打自己還可以 就是失誤就算了 可是我失誤可能就會影響到 我的廣告的隊友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專業的地方 所以就是很尊重他們 小天行程滿檔 一回報到就出席活動 推廣全民來運動 談起上週在試錦賽 八強不敵世界排名 第15名的泰國選手王高倫 除了提醒自己要更加專注 也認為技術上還有進步空間 我覺得不管是場上體能方面 技術方面其實都會影響到很多專注度的東西 希望自己可以朝著真正要去進步的方向去走 先從技術上面開始著手 提升的範圍會比較大 大賽之後沉澱心情 接下來9月3號登場的台北公開賽 周天成將以地主身份迎戰各路好手 期待在一哥的帶領之下 能將冠軍留在寶島 YTV新聞 黃仁航 王敏妍採訪報導